接著就到部分B 就是這樣說的 問我們的Volume會不會超過5000cm 其實這些想法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回它的maximum是甚麼 因為你的maximum如果是不超過5000的話 那就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們就會看回maximum 所以部分B來講 我們會先把dVDR是等於0 所以就會有243π是等於3πR二次 你就見到8π和π就約了 然後243和3約了就只剩下81 所以就會有r二次等於81 所以r等於9或者r等於-9 但是r是半徑來的 所以不會負數 所以就reject了 然後我們要檢查這個究竟是不是一個maximum 所以我們就會在dVDR at r等於9小一點 dVDR at r等於9大一點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3650p去處理它 就是這個顏色的 所以就是243πx 再減回πx的三次 現在就代9小一點 所以9減0.01 我們期望這個是maximum 所以期望先升後一點 所以出正數是合理的 然後就再代9大一點 好少了 那期望出一個負數 那真的是負數來的 所以我們會知道這個maximum v其實就等於一個值 when我們r等於9 我們就可以代回volume的公式 那就是這一條 所以就會是243乘以π 再乘以9 減回π乘以9的三次 那出來是4580 OK 4580 你看這個數字會小過5000 所以題目問我們什麼 它會不會超過5000cm³ 所以就no了 就成功做到這個第七題了